哈喽下午各位好 冰安你好 你好 很高兴今天大家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关于英国移民新积分制度的讲座 我是李乔家 硅谷财富的CEO和投资顾问 冰安你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丽莎律师行的冰安称 我是丽莎律师行的一名高级移民顾问 好的今天的讲座大约是一个小时的时间 然后前边是10到50分钟 我们会给大家做一个全面而详细的分析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也欢迎大家踊跃提问 在这个屏幕的下方有一个Q&A 所以如果是你有任何问题的话 请随时在里边写下你的问题 我们的同事会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回答这些问题 写英文的或者是中文的都可以 然后非常感谢 这一次来参加我们的很多的朋友 我看到有些是我们的客户 然后也有一些是可能是这个丽莎事务所的这些客户 所以有任何的问题都请你们随时提出 现在我们开始 我们今天的webinar将会分成五个部分 我们的重点将会放在讲解新的公签制度 以及2021年的移民渠道 然后最后我们会给大家准备一个小案例 感兴趣的大家可以根据今天讲座学习到的干货模拟一下 当一回律师 然后来分析一下这些案例 看看自己掌握了多少 很棒 我觉得这一个是让大家学以致用 就是能够正确的理解这个现在移民制度的一个想法 这个案例我觉得其实还是比较烧脑的 因为我提醒大家在这个过程中仔细听起我们律师的讲解 首先是关于两个公司的简单的介绍 因为今天来的这个听众有包括丽莎的或者是硅谷的客户 所以呢我们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讲解 那么我们跟这个丽莎的这个合作 从硅谷的角度上来说 是一个无缝对接 就是我们帮助客户在英国的所有的生活 就是我们帮您打理钱相关的东西 然后您的这个身份 还有就是移民 还有相关的所有的法律的东西 可以由这个丽莎律师行来来帮助完成 然后其实可能大家对丽莎的这个印象 起码是我自己是觉得他们是做移民的强 很强的公司 实际上它还有很多其他的服务 这个就请病儿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好的 我们丽莎律师行呢 坐标位于英国伦敦一区 我们至今呢已经为英国的华人服务了八年多 我们主要处理的案件范围呢 包含了就是屏幕上这些移民商业 房地产诉讼家庭法 以及我们还会给私人客户提供一些量身定制的服务 我们呢以及我们那个 待会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有那个丽莎会计行 我们呢是一起为这个英国华人提供 那个专业的法律知识 以及公司和个人的税务的一条龙的服务 就像大家喜欢买东西的时候到亚马逊上 看到什么东西 喜欢先看那个买家评价一样 如果大家对我们的服务有兴趣的朋友呢 你们可以到谷歌地图上搜寻一下Lisa's Law 查看一下我们顾客们对我们的评价 对这个其实也是往往就是为什么 投资顾问和这个移民顾问 还有会计师合作会非常紧密的原因 因为比如说他在英国需要报税啊 他如果是有投资移民签证相关的组合的话 那每年都需要额外的报税 那这个报税的其实最好是用专业的人员来完成 一条龙的服务是最棒的了 对 然后另外一个特点的话 我觉得就是Lisa跟硅谷都是有非常强大的在线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那我之所以觉得这一次可以跟Lisa很好的去合作 做这一个就是因为很多英国的传统的这个服务提供商 它其实更多的要求你面对面开会 那么现在在新冠的程度下就比较麻烦 然后工夫和这个Lisa都是有自己的APP 可以让客户方便使用的 是的 现在你看大家就知道英国又分成了 那么在英国想要找一个律师非常的不方便 那我们呢其实就想借机宣传一下我们的手机APP 这个软件呢可以让我们的客户逐步出户的啊 查询委托咨询上传材料 以及如果说对自己的案件有疑惑的话 他们可以简单的点击一下这个手机APP 就可以知道自己的案件已经进展到什么程度 那么感兴趣的客户呢 你们可以从手机的APP商城里面 搜索Lisa's Law进行下载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点击咨询 获得专业律师的回复 我们而且这个APP呢 它还有那个双语功能 右上角点击一下就可以在中英文随意切换 那很棒很棒 对所以这边的话 就是说我们也不能输于Lisa的这个在线功能 所以我们也会简单做一个介绍 就是硅谷财富是作为英国的线上私人银行 再只要提出就是私人银行并不是零售银行 就是我们不是给客户存他的这个每月的工资 然后付水电费或者是这个地震税啊 其实我们是帮你做一个财务的整体规划 也就是说你这就是这一辈子 甚至怎么样把自己的财富给小朋友继承 就是说从你现在的收入支出 还有就是你的这个投资理财 都可以这个通过我们来完成 之前呢我们我所在的私人银行 比如说雇资或者是瑞士信贷 也是希望你去面对面开两个小时的会 那在这个新冠的情况下很多人就无法完成 会造成这个工作的延误 在此的话我们也是有手机的APP 或者是您可以用这个台式电脑 去登入我们的平台帮你做整体的财务规划 那么这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strategy board 就是你的财务策略规划版 就对你来说最重要的就是 每个月应该花多少钱应该存多少钱 你的这个存钱和花钱的这个比例 然后以及你的资产的流动比例 是通过这个来展现 然后这个呢是个人的资产负债表 那有很多的这个客户呢 他喜欢就是拿一个小本本 或者是用这个excel表格 把你的这些所有的资产列在上面 但这有一个问题就是第一 你不一定记得随时更新 然后第二你可能列的时候 不一定列得很准确 那我们有看到客户就是把pension 就是他的英国的这个 个人的这个退休账户 然后和他的这个股票账户是分开单列 但是其实你的这个退休账户里面 很可能其实也是股票 所以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专业的 我们帮您完成的个人资产负债表 然后还有第三个就是终身现金流预测 就你今天可能30岁 然后在这个英国的金融层有很好的工作 那你希望你知道你退休的时候 按照现在的存款比例和投资的收益 能够有多少钱 那这是一个非常的就是形象的 然后数据化的方式去告诉你 将来可能有多少钱对吧 所以比如说你看到现在有几十万 将来可能有500万 是会很高兴朝着这个目标更加努力的 所以刚才简单的介绍一下 Rosecourt的这个硅谷的平台 然后我们也是可以点击中文的这个按钮 可以把所有的这些中文翻译成中文 但现在就是有一些特别的我们还在调整 就是不是非常的准确 在这个过程中呢 就是说这是刚才所有提到的服务也是免费的 就像这个丽莎的公众号 其实有很多干货 然后也是免费的 对我们呢很希望就是把这些法律啊什么 给大家都是做一个非常透明的一种解释 能够让大家都知道自己委托的这个律师 他们都很清楚的明白是哪些法律在运作 为他们的这个签证会提供最良好的这种建议 量身定制的这种建议 对的对的 其实就怎么样去了解基本的知识 然后再去选择一个很好的律师 非常的重要 对那就是我们有所 手机APP欢迎大家使用 然后进入今天的这个重头戏 就是因为英国的这个移民制度 大家也知道隔两年改一次 所以呢非常需要由律师来讲解最新的这个这个制度 对行那首先我们来讲一讲 这个2021年开始实施的这个新政策到底是什么 那首先呢这个政策在我们作为律师看来呢 他对以后来英国不论是旅游工作还是学习都是产生了一定的变化的 以我们这个专业律师角度出发呢 我们认为这些变动其实主要说实话还是英国政府 他们希望在脱欧之后能够重新掌握自己对移民的控制权 那么以及他们在这个越来越发达的这个时代 他们也希望自己不再依赖指质的文件 也希望自己的更新自己的系统跟上时代的步伐 从而提高他们自己处理案件的效率啊简单简化流程的一种重大的改革 那么当然相应的利好政策也相对而言挺多的 那例如移民局不再要求以后来英国啊就读短期六个月以下学习课程的人 专门去申请专门的啊 short term study visa 也就是短期学生签证 那么这些人呢他们是以后申请标准的访问签证 就可以随时随地来英国读书 那么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啊 比如说你的父母来英国探亲持有旅游签证来到了英国 那么他们只要时间不超过六个月的课程 他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就可以随时进来之后就是向一个学校申请啊 他们想要读学习的课程 学校一旦接受他们他们就可以直接就读 而不再需要回到中国之后重新申请签证再过来 那么对于那些超过六个月以上和12个月之下的那些游学的人呢 他们还是需要重新申请短期学生签证了 我们接下来还会在工签和学生制度上面重新着重讲一下他们新的申请要求 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英国工签的这个利好政策的变化 首先第一点他们移除了每年两万多人的上线的那个签证申请上线 原因很大一部分其实也是因为欧盟以后的人 他们都需要申请工签才可以进行工作 第二呢 英国的工签他们降低了工资的入门的标准 以前就是也就是现在嘛 都是三万英镑左右 那么以后呢就会变成两万四百八十英镑每年的年薪 移民局他们而且同时还开放了相对更多的工种可以申请T2签证 例如我们现在都不可以申请的木工建筑人员 儿童看护这些职业呢 以后也是可以申请T2申请过来工作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讲一讲这个新的这个T2积分制度 想要获批的话呢 你必须要满足获得70点积分 其中呢 你大家可以看到按照这个屏幕上 50分是这个硬性条件 您必须满足这三个条件 否则的话你获得再多的灵活积分也是没有用的 那么这个50分当中有10分是英语要求 可接受的水平是什么意思呢 在我们看来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满足听说读写达到B1的水准 那么工作offer这个20积分呢 相对而言就非常好理解 和现在是一样的 您需要获得有工签牌照的这些雇主公司 给您提供这个工作机会 还有一个硬性条件20分 是说您必须要达到该职位所有的技能水平标准 这个呢 每一个工作职位的要求和技能标准都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您要是不知道您是否满足的话 您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我们说完硬性线的这个条件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灵活条件20分是如何运作的 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这边呢 一共是移民局设置了左右这两种两大板块 工资标准以及学历工种 也就是说如果说你的薪资不达标准没有关系 你只需要满足从学历或者工种当中拿到这个20积分就可以 那么最最最最容易获得的20积分是什么 大家也可以看到屏幕最当中有一个蓝色的20分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标注出来的移民局给这个职场新人的福利 如果说你是学生签证或者是PSW签证 那么例如说你现在是个学生 你马上就要工作了 那么像这种情况下 什么工资呀学历呀都不重要了 只需要你满足硬性条件的50积分 你就可以获批这个签证 我们再来看一下左边这个工资 这个所谓的零分的这个基准线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不论只要是你想要申请T2000证 你最低最低的年薪 你必须要达到这个2480英镑的年薪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10点积分 这个呢其实是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说年薪不低于2340英镑 还有一个是说你至少要达到市场上相同职位年薪的90% 那么这一段话呢其实对很多人而言都是非常难理解的 那么我这边给大家举个例子来说 例如说你的公司给你开了个工资 比如说他们给你23,040 正正好好在这个十分标准的这个年薪标准上 但是呢你这个行业 例如说我们这些财富管理 他们年薪这个行业的年薪非常的高 例如说假设他们是最低三万英镑每年的年薪 你想移民局怎么可能会接受说啊 你看以后因为要接受这个工作签证 而带动整个行业的这个业界水平降低 对吧 所以说看到这种情况下 你必须要满足的是你这个业界水平的90% 而不再是这个低的水平的23,040英镑 你想如果说但凡要是他们真的允许啊 申请工签还能用更低的标准这个水平去招这些国外的这些员工 那么国内市场里面这些本地的员工 他们肯定是要打抱不平要造反的 好那么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是 你可以看到这个20积分里面 他说年薪是不低于25,600英镑 还有一点呢 他说年薪不低于24,80英镑 但是属于健康教育职位 那么这个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说你是想要从事健康教育类职位 例如说护工看护 或者说儿童教育的育儿师 那么像这种情况下 他们就相当于职场经人有一个金牌 就是直接可以自动的获得这个20积分 只需要满足最低的年限 2480英镑即可 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学历工种的积分 如果说你的职位是属于短缺工种 那么很好你也是可以自动获得20点积分 如果说你是高技术人才 例如科技工程数学相关等有博士学位 那么你可以获得10点积分 那么但是呢很可惜的是 比如说假设我有一个博士学位 但是我是法学博士 我能不能获得这个20积分呢 不能我只能获得这个相应的10点积分 而不是这个20点积分 那么大家也可以从这里看出 英国政府呢 其实说实话就是想要减少这种 低技术的那些外国工人 把这些职位呢 让给自己本地的工人 然后呢他们希望更多的招一些 注重健康教育 以及高技术的人才来到英国 这个很有意思 因为我记得年前就是当时他们有一个 就是整体的工签的这个最高额度的时候 就讲到他们三万磅其实是刷掉了很多医院里面的护工 因为这样子的话整个医疗系统的话就缺乏相关的人士 所以很高兴看到他们有这个条件 对没错 选择 对 好我们接下来说一下这个新的这个学生签证 首先呢学生签证不再从原来的这个Tier 4 Student Visa 而现在变从称谓上改成了直接的就是学生路径 那么在我们作为律师看来 其实这一个变动呢 包括说他们这个以后的这个Live to Remain 居留许可呢以后也全部都变成了Permission 那么这些称谓上的变化 在我们看来就是说移民局呢 他们以后不再把这个学生放在这种第四级 也就是Tier 4这种层级上来说 相对于T1投资人 T2攻签的人 他们并不看中他们的情况 这个呢得到了改善 但是呢你也可以看到他们从原来的Live to Remain 这个居留这个词 他们改成了Permission 意思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你们学生以后想要来英国 没有问题 但是你必须要申请这个政府的Permission 也就是你要得到他们的许可 你才可以进来英国 当然这个只是称谓上的变动 并不影响我们实际的申请永居路线 那么实际上的变动是什么呢 首先英语语言要求的简化 申请过学生签证的各位 如果以前你们续签过 那一定有过这种很痛苦的经历 反复的向移民局递交这个雅思成继单之类的情况 那么现在呢 他们不再需要反复递交 我们也很高兴移民局终于意识到 他们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对吧 很浪费他们自己的资源 第二呢 英国移民局他们采取了 对那个财力证明的简化 对于曾经申请学生签证的时候 已经符合了财力证明的那些人 他们不再需要重复递交这些证明 同样这个适用于你陪读你的伴侣 那么我们呢 最初有一个 就是10月份有一个客户 他自己是学生签证 快过期了 然后呢 他当时想要转到 同样是学生签证的这个老公身上 但是呢 他当时10月份想递交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满足这个财力证明 但是他运气比较好 他的签证在递交之前 就是我们这个新政策就出来了 他还没有过期 那么我们就立刻就为他 用这种新政策下 进行了一个新的签证的申请 那么很高兴 他这个已经在上周五 已经拿到了这个陪读签证 已经成功获批 过程非常的简单和顺利 最后就是证据简化 这个移民局 其实说实话 应该就是很早以前 就应该开始做的事情 他们现在也终于呢 决定要跟上时代步伐 开始接受电子形式的材料 另外就是 他们可以接受多个账户 一起证明财力 而不再是一定要单账户下 满足条件了 但是 你看他 其实他说有这个70分 说到底 其实也就是三个硬性条件 这个积分也就是 说成看着就像是假的 那么是自欺欺人的 一种积分制度了 2021年了 那么我们想要来英国 有什么渠道呢 首先我们来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总的概念 我们复习一下 我相信大多数人也明白 想要拿到英国永居 你必须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从中国的时候 就开始选择一条合适的路线 然后从最初的这个 首签 Entry Clearance 到当中或者一次 或者多次的续签 再到最后的永居 一般来说 都是需要您投资几年的时间 在做这个所谓的移民间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除了刚才所说的 这个工签和学生路线 还有哪一些可以 2020年 可以让大家 那个规划进自己的 计划中的签证类型 我们在这边呢 帮大家把这些 剩下的这种签证分成了 四大类型 那么第一类就是 移民局最喜欢的类型 就是投资商业类别的签证 那么这一类型呢 往往对移民间的要求 时间比较短 但是对资金的要求 就相对而言非常的高 第二类呢 人才类签证 也是移民局非常希望 所招揽到的移民 这一类呢 对于资金的要求 稍微低一些 但是对申请人本身的要求 就相对而言非常的高 然后对于家庭类 和人权类的这些申请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跟我们的 微信公众号留言 我们以后会 针对大家的这种期待 我们会做不同的直播 欧盟定居类签证呢 其实说实话 现在也是非常的火爆 但是呢 它因为接下来 明年六月份 就会有一个deadline 所以呢 我们今天就不在这边 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了 我们来看一下 T1的那个投资签证吧 这个类型呢 对于资金的要求 相对而言非常的高 没有200万英镑 您是办不下来的 有了200万英镑 你必须要满足的条件是 首先这一笔钱 必须是随时随地 你想要用 就可以取 可以用的一笔钱 然后呢 您必须要年满18周岁 如果说他们能够证明 自己的资金 有合法来源 他们是可以申请这个签证的 那么首签一般性 获批之后是三年四个月 家属可以和申请人一起申请 或者在属申请人 获批之后独立申请 续签的要求相对而言 非常简单 那么只要这个人 他确实在开始投资的三个月内 投资了200万英镑 那么就可以在申请过期前 申请这个续签 永居的话 就是其实可以是用钱来买时间的 投资的越多 越可以提早永居 但是你需要注意的是 投资满1000万 两年永居 不代表你第三年 就可以拿到英国的公民身份 你必须要在英国住满五年才可以 那么我们作为律师呢 只能答复和法律相关的问题 关于投资方面的意见 我们请由FCA监管的硅谷来给我们讲解一下 谢谢宾儿 所以在这里的话 就是刚才宾儿讲到了 就是客户要申请 用手签和续签的要求 简单来说 就是说人要做移民间 钱也要做移民间 所以在这里的话 我们就跟大家讲解一下 他对于这个钱方面的要求 首先就是说 最近几年的政策都是 这个200万怎么投出去 是不可以自己去在任何一家 这个在线的交易平台 或者什么样子 而是必须要由FCA牌照的机构去负责 然后这个FCA监管的这个机构呢 还要帮你去出证明手签的信 还有续签的信 所以这个呢 就是每一个季度的投资报表 第三呢 就是我们帮你做的这个投资组合 里边100%必须是合格投资 等一下我会讲这个合格投资是什么 但这几年来 就是他的这个变化 原来你可以投国债 现在不可以投 原来可以拿25%出来买房 现在又不可以买房 所以就是最新的这个合格投资呢 他是要求你是必须投 这个英国公司的 英国付税公司的股权和债权 好 然后还有就是说 第三就是说你 第四就是你在每年在这边 人要做移民间的时候 就是不可以无限制在英国之外 当然我之前有一些客户 他可能就说这个某一年有特殊的原因 因为在中国的生意的要求啊 或者什么样子 他在这个移民间没有做够 那这个就需要跟律师详细商量 去怎么样对这件事情 对然后第五点的话 就是说以前的投资是说 如果你亏了你还得加仓 现在呢就不用加仓了 如果你投的是两百万 然后因为市场波动变成了一百九十万 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哪怕你在申请永居的时候是一百九十万 当然最好你是可以就是把两百万变成两百四十万呢 或者什么样子 然后这个两百四十万的钱呢 你赚的那四十万也是不可以从这个投资组合里边取出来的 是必须要放在里边 有一些小的利息或者是债息这个我们可以给你拨出来 但是大投的这种资本利得是必须要维持在这个账户里边 所以简单的说你的这个两百万就是投到了这个投资签证账户里边就锁定了 是没有办法从里边抽出来太多钱的 合格投资清单呢在这里就是刚才提到了 是英国企业债券和这个注册地在英国的上市公司股票 这个是非常容易误解的一个点 那很多客户说那你就帮我在英国的那个证交所上面选呗 那我可以跟大家说英国证交所上边百分之七八十的公司都不符合投资签证的要求 因为这些公司他有可能在英国有大量的业务 比如说WPP这样子的广告公司啊什么的 可是他的注册地是在某个小岛上 离岸小岛然后他们这样就可以避免给英国政府赴税 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英国政府让你去投这个两百万投资签证 是希望对英国的经济做出贡献的 所以呢他希望你投给在英国赴税的这样的上市公司的这个股票 然后下面的接下来两点是直接借贷给英国企业 或者是股权投资给英国企业 这一个呢是比较少客户采用的方式 因为就是如果是没有上市的公司的话 就是说不管是股权还是债权也好 流动性都比较差 但我们也有客户去采用这种方式 觉得他们看好的行业或者是这个企业 他们会投一部分的钱过去 那下面大家可以看到有这个红色叉叉的就是就都不可以投的东西 那包括房产相关的投资 这个包括什么呢 上市的公司比如说像Zupla这样的房地产中介公司 或者是说你想要买一栋楼也不行 或者是你想要投给一个就是当房东的这个房产管理公司 那么这些都是现在被严格排斥在外的 因为英国政府觉得英国的房市的确已经吸引来了很多的海外资金 然后也有很多的这个吵家 他其实不太希望就是投资签证的钱再继续放到这个里边去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把原来可以投房产的部分都去掉了 英国国债是同样的这个这个道理 就是在五年前十年前很多人他可能就把一百万 那个时候还是一百万或者是两百万 直接买成英国的国债 那么这个英国的国债从某种程度上对英国有帮助 但是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 所以没有起到帮助这个英国实体经济融资 或者是发展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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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用 因此呢在最新的这个要求里边就把这个抽掉了 顺便再提一句哈 就是哪怕是在原来可以投英国国债的时候 我们给客户做的方案都尽可能的少用英国国债 道理很简单 因为这个风险特别低 所以基本上客户来说是不挣钱的 扣完税以后还有可能会违亏 那很多人投五年下来可能亏一个十多二十万甚至更多 这个是很正常的 实际上你做一个分赏化的投资组合的话是每年可以挣钱的 所以在挣钱和亏钱之间我们会根据客户的情况跟他讨论 所以你其实是可以在完成这个投资签证的要求的同时 可以每年有一定的利润5%7%都是可以的 所以不要执着于投这个英国国债账 然后开放式基金就是谁就是把很多公司股票放在一个基金里边 然后把它切成小块 然后你买一些这个这个小块 那这个是不可以任何投资信托或者是集合类的投资结构 就是把钱放在一个总的账户里边 分不清楚谁是你的 谁不是你的这样的情况下都是不可以的 那很遗憾就是有的时候在华人这个群体里边 之前有一些无良的这个顾问 就是把客户的钱投到这种不合投资要求的这个这个东西中去 所以最后客户有可能被拒签 是是很严重的后果 所以在这里的话 硅谷因为我之前在深银行的时候 有非常多的客户也是通过投资移民来这个英国 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我有很多的这个客户 是写出他们从手签续签永居拿护照 陪他们经历了整个过程 那当然我就说我只是对移民的要求有所了解 那更多的实际上是对于投资组合怎么样去做 去符合这个签证要求是我的专长 那比如说我们会根据客户的这个愿意承担的风险的意愿 和能够承担风险的这个能力 帮他去做大概这三类的这个投资组合 比如说防守的话就是尽可能的多用企业债 上市的英国企业的这个债券 然后搭配一定的股票 这样子每年可能是有3%的这个收益 平衡的话是4%到5% 成长组合的话你每年可以是有4%到7%的 所以呢有很多的客户他其实是说希望提供 就是如果是帮小孩子去做投资的话 是希望就是说能够每年能够挣个十多二十万 然后这样子的话能够付小孩的学费 当然这个是算总账 并不是说这个十多二十万可以从账户里面取出来 因为刚才提到了这个钱不可以从这个里面取出来 另外还要再提醒的一点 就是这个投资组合根据移民局的要求 是必须要放在英国在岸的这个账户里面的 所以虽然硅谷是有离岸的账户 可以开在马尔他或者是这个杰西岛 但这个投资组合是没有办法放在那边 然后每年也要老老实日给这个移民 给税务局交税 这个就需要用到比如说丽莎的这个 会计师的这个功能 因为我们不会帮客户报税 然后你在报税的时候你就会意识到 有一些公司的投资组合呢 他里面有很高的那个就是高风险债券 这个意味着可能你看到有20万的这个债券的收入 但是因为一些这个技术性的原因的话 你要交的这个税也可能是15万或者是更多 所以就是看到挣了很多钱 最后都进了这个税务局的口袋 而不是你的口袋 所以硅谷在做这个投资组合的时候 非常重视这一点 就是我们会帮你算你税帮你设计 就是你的这个具体税后能够拿到多少钱 是自己的而不是仅仅是交给了这个 这个这个税务局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手艺问题了 所以简单的介绍到这里 如果是大家对这个有兴趣的话 下来可以跟我们联系或者多多提问 对然后这里就是一个简单的案例 就是说有哪一些公司然后他们的这个债券的评级 比如说我们都是用3B以上的这个就是投资级别的债券 然后还有就是下边的这些大的这个公司的这个这个股票 顺便提一句话最近我们有一个客户他之前 投资的这个投资公司帮他投的有一家公司是倒闭了 所以整个投进去的那个几万磅就打了水漂 那这个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虽然他整个投资组合是200万 他这个5万块钱打了水漂 但是会影响他的收益 因为就是你怎么样去选择合适的公司 然后让他们在现在就是其实是在经济衰退中能够有大概率会活下来 这个其实就非常考验一个投资经理的这个这个功力 对这些公司做基本面的研究 所以我们一般是会在这方面非常的小心 迄今为止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所以这个清单呢只是一个事例 当你投的时候我们会给予更详细的一个具体的方案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近两年相对而言比较火的这种签证类型呢 就是首席代表签证 申请人呢一般性来说就是英国海外的某一个公司的高管 那么这个公司呢一般性至少要成立满12个月 发展情况也比较好 有实际的需要来英国开设分公司的这种需求 那么这个申请人呢他也确实具备了英国 来英国和其他公司进行沟通谈判并做出决策能力的权利 那么他这个人必须还要担有这个责任所必要的这个业务技能 知识以及英语语言能力 那么这个时候申请人他一般可以申请来英国之后 替这个总公司开设新的分公司 那么这个首签一般性为三年 他可以携带家属 家属也可以等这个主申请人获批之后再申请 去签的一般为两年 满五年就可以永居 那么这里就值得注意的是 申请人和家属都不可以是实际控制这个公司的大股东 或者引领股东 对于这个签证感兴趣的人呢 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那个律所的电话进行咨询 关于刚才说的这两种签证 其实我们都会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客户他们说 我们其实英语言成绩都没有关系的 我们报了名就一定能考过的 结果出现了一些延误的情况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为律师 一般性会给客户的建议是 千万不要把任何一个小事都看得太容易 务必把所有的条件满足之后 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对的 我觉得像斌啊 就我之前的有一些客户 他就有提到的话 就是投资签证的话 其实是对英文的要求是最低的 就准入是最低 然后你也不需要在英国有工作 或者是什么的 但是最后还是会涉及到 就是他要拿永居的时候 去这个主申请人要去考英语 或者什么样子 所以你们在这个问题上面 一般会怎么跟客户去谈这个呢 会给他们做一个英文测试呢 还是会去 就怎么样去避免 他们最后在考英文 拿永居这个上面有延误 像这种情况下 我们一般性会在他续签的时候 那获批之后 我们就会跟他说 你接下来需要做的英语语言成绩的准备是什么 那么这个英语语言成绩单呢 你如果说你成功的考过了 它的有效期一般性为两年 那么我们一般性会跟他们说 你得要这两年时间内 你可以已经开始开始着手准备这个事情 否则的话 接下来出现延误的话 这个是没有必要 而且风险也太高了 一定要提前做准备 所以就是两年的时间学习英文是吧 是 没错 好 我先往下这个 全球人才签证呢 他们其实说到这四个字 我们估计很多听众 他们心里就开始打退堂鼓了 但是我们要跟各位客户说的是 千万不要被这四个字吓到 英国呢 他们也意识到整个国家 对于人才的需求 我们可以看到英国的政策 是把国内低技术 那些找不到工作的人呢 他们先给他们提供这些饭碗 不再给这个欧盟人士或者非欧盟人士提供低技术岗位 解决了安排了国内的这些没有饭碗的人呢 他们就开始要想着如何把这些国外有技术的人也招进来 那么他们现在就给这个啊 一个非常奢侈的一个福利来招揽有技术的人 全球人才签证呢 对于申请人他没有什么资金要求 申请人最少三年就可以获得永居 这些人呢 他们也可以随意的携带家属 没有签证路线所谓的移民间 他怕是呆了去呆了英国 然后又去了其他国家 英国也会说没关系没关系 我们仍然欢迎你 你仍然是一个人才 那这句话的意思呢 就是说认准你的这个机构 他们没有撤回这个背书 只要你能证明你还是一个人才 英国就没有理由来说啊 我们就不要你 他们仍然会尽全力 来把你这个挽留回来英国 那么这些人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呢 首先他需要这些人才呢 他们一般性是来源于三个领域 第一个呢是学术研究类 也就是那些所谓的博士教授 那么艺术文化领域呢 就是这些啊 艺术家明星 或者说获得奥斯卡奖的这些人 还有呢就是数字科技领域 我们呢认为我们的中国客户呢 比较倾向于他们可以申请 数字科技领域的这些签证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学术研究类 顺便提一句哈 就是国家公司的合伙人 他就是一个所谓的连续创业者 他是一个全球人才的这个数字科技的签证 当时是参加一个这边的创业营 然后创业营是英国政府认证的这个机构 给他发了邀请函 就很顺利的一个月以后就来 对我印象非常特别强 对 那么首先这一个类别呢主要是大学教授 或者说持有研究基金的这一个行业的杰出人才 一般性呢在他们这个研究的领域 他们是所谓的领导者或者是潜在的领导者 那么如果说各位在听的这个听众 他们要是有大学教授工作邀请函的话呢 可以不妨打电话咨询我们 我们可以帮您联系一下这些背书机构 看看您是否满足条件 接下来第二类是艺术文化类 那么这一类呢其实比较难以鉴定 这个艺术方面的成就的 那一般而言呢你需要有该业界的认可 而且呢你必须要在两个国家达到知名的程度 在读这一类课程的学生 如果说您要是在听的话呢 我们可以就是为您的这个情况量身定制一个 如何去准备材料来证明自己是一个人才的这种方式 第三个呢是数字科技类 这一类呢其实我们中国是很多人可以尝试申请的 因为我们国内有很多这些 你知道大家都是什么 之前一直说996的马农 大家都是拼了命在那边埋头苦干 那么其实例如说你要是在腾讯啊 在阿里巴巴呀这些公司工作的话呢 你可以尝试去申请 这个类型的申请人呢 你必须要满足两个类型的标准 第一个呢是硬性条件 也就是关键标准 你必须在这三个条件内满足其中的一项 另一个呢你需要满足两个合格标准 就是这一个列表里面你需要满足两项 那么全球人才类签证呢 一般性分为两步 第一步是申请背书 如果说满足这方面的条件 我们可以帮您联系背书申请机构 在获得背书之后 我们就可以为您准备材料 并且递交签证 好我们在做案例前 我们来把这个作为律师 平时我们是如何根据客户的这个情况 给出相应分析的 我们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那么首先呢 我们作为律师的首要责任 就是我们必须要根据客户的需求 分析客户将要投资 在这条路线中的时间金钱 以及告诉客户相应的选择优缺点 并且进行分险评估 把最终的决定权 我们要留给客户 我们作为律师呢 只能给出建议 对于客户自己的人生 做出决定的呢 永远都是申请人他们自己 在客户做出决定后 我们也会根据他的选择 来告诉他们 如果说您这样做 您的未来可能会发生 什么样的突发情况 例如刚才李乔家说的是 比如说签证 那个投资的那些公司 他们倒闭了怎么办 那么这些事情呢 其实都是需要我们这些申请人 他们把这些风险 自己带入自己的考虑当中的 那么客户在根据这些风险 以及变动考虑进去之后 他们应该做什么 首先他们应该做的是 提前咨询相应的律师 会计 财富管理 来把握住自己的未来 然后呢 我们来最后看一下 这个案例 模拟案例吧 这个案例呢 并非是真实的 而是我们将不同的情况 整合下来给大家出的一道题 欢迎大家踊跃尝试一下 题目的话呢 在这里 我给大家大约五分钟的时间 可以考虑一下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 可以打字出来 我们这边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这个案例就是蛮综合的考虑了 刚才说 对吧 就是其实他 就往往都有各种各样的选择 那么怎么样去选择适合自己 以及可能灵活性最高的 往往灵活性和他付出的代价 是成正比的 是的 那您看一下 你要不来尝试一下 做一下这道题 我呀 这个我觉得 实际上首先呢 大家在这里说到的这个马龙的话 就是我会详细的去看他 就是在这个具体的公司 他的这个技术背景是 是有多强悍 对吧 就比如说有自己在国内出了 一定的这个科研成果 或者是就说他的这个 这个技术成果的话 那他或许是可以通过这个创新签证 然后但是就说如果是 但这样的话就只能解决他自己 对吧 然后不可以解决他的妹妹 所以如果是他的妹妹要来英国的话 这个还得再通过他家里的 其他的人去想法 所以这个是我能想到的第一步 有没有这个我们的听众感兴趣的 想要想要回答 我暂时还没有看到有哪一位听众愿意想要尝试一下 大家不要害羞啊 有什么事情都可以直接在这个评论里面说一下 我们这边都能看得到的 或者是举手也可以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你的麦克风打开 我这边的话刚才有收到一个Q&A 有一个人问说如果我是学生签证转成工作签证 但是我年龄已经大于26周岁是不是就可以就没有办法自动获得20积分 只能通过其他获得积分 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呢 也并不是说年龄大于26周岁就完全没有办法了 像这种情况下 您一般性需要做的就是找我们律师 我们会在帮你申请的时候和移民局解释一下 为什么你虽然已经满足 已经超过26岁 但是你仍然是一个职场新人 像这种情况呢 我们以前碰到过有一个他是已经30岁 但是他仍然移民局给了他这个职场新人的这个福利 还是可以的 但是问题是你必须要和移民局解释清楚这个背景逻辑才可以 嗯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然后这边就是我收到一个问题 就是提到关于他这个小明和他的妹妹的情况下 就是说这个客户就会问说 比如说中国也有那种多小孩的家庭 尤其是中二胎或者是什么的 那是不是说就是说只要他们没有满18岁 那不管父母是哪一种签证 他们都是可以作为这个附属人来因果的呢 还是哪一种签证会有限制人数这样子 嗯没有人数限制 一般性来说只要你们是一个家庭呢 都是小孩子的话 小孩一般性都是能够作为啊 这个成人的dependent进行申请 这个签证呢 但是像这个案例下来 例如说这个小明他已经27岁了 然后如果说但凡小明要是申请到了一个签证 他的妹妹是不可以作为他的这个妹妹来做申请这个签证 一般性而言只有直系的就比方说父母和子女之间 这样子是可以 但是如果说这个哥哥说啊我想把我妹妹申请来 行不行 因为就肯定说的是不行 嗯 对所以如果是从这个案例来讲的话 如果嗯 小明要过来以及他的妹妹要过来 也就是他家起码得申请 对对对申请一个大人过来 那么嗯我们现在给大家分析一下这道题吧 嗯首先呢小明的就是他的这个需求是什么 大家可以看到他说啊我想要来英国参加他的毕业典礼 但是其实我也受不了国内的996了对吧 我想干脆要么辞职去英国读个书 那么就像我们刚才说的2021年开始呢 你如果说想要过来换个环境体验一下读书呢 接下来他就可以申请一个旅游签证 六个月以下的课程他可以直接就读 而不需要再去申请所谓的学生签证 那么小明他呢说我首先想要参加移民毕业典礼 那么这种情况下他也完全可以是申请一个访问签证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他可以达成两个目的 一个是来参观自己的女朋友就是女朋友的毕业典礼 第二个就是可以自己想要读书的话随时就读 那么小明也说他在国内已经有工作了 家庭其实也挺富裕 但是我们呢其实说实话并不知道这一个小明 他的英语水平怎么样 所以说呢如果说他要是想办理学生签证 就是就读长时间的这个课程的话 我们会跟他说你需要考虑清楚 你想要就读什么课程 如果是想就读某一个特定的课程 你需要满足相应的语言成绩 另外呢他说我是一个知名公司的马农 那么他能不能直接申请全球人才签证呢 就像刚才我们这个乔家说的 他必须要我们要去进行一个背景调查 看一下他是否在这个国内 有很多媒体报道 他是否有取得所有的有一些知名的成就 例如说游戏设计啊 金融科技啊 网络安全 人工智能领域 他有没有取得相应的成绩 那么如果有 如果说他满足这些条件 他是否需要辞职呢 那么答案是不需要的 他可以 这个Global Talent全球人才签证呢 可以在你没有拿到新的offer的情况下 就可以申请这个签证 所以说他可以做两手准备 一手是准备申请这个背书 但是在国内的工作呢 他也不需要立刻就辞掉 那么除了他自己作为主申请人外 还有没有一些其他渠道申请这个签证 首先你看他这个女朋友呢 他是在英国某大学读博士 他是一个意大利人 那么这边呢 就提简单给大家提一下 刚才就是一句话带过的 这个EU Settlement 也就是欧盟定居 那么这种情况下 如果说他的女朋友已经申请了 这个Pre-Settled Status呢 他可以做 如果在之后跟他这个女朋友领了证 他可以跟着他作为欧盟的家属 获得一个五年的签证 待在英国 那么这边其实大家也知道 这个EU Settlement 如果他直接申请的话 他会有一个缺点 这个缺点呢 就是说首先他这个登记 必须要给28天的一个notice 现在呢又是脱欧时期 和欧盟人士结婚呢 很有可能会被移民局怀疑说 你是不是想利用这个婚姻 来获得这个签证 那么这种情况下一查 说不定就是70天的notice 那么你可能距离申请的截止日期 2020年6月30号 就相对而言会比较紧急 那么如果说这个女朋友 已经获得了这个Settled Status 也就是说他如果说 已经通过欧盟定居 获得了永居的身份 而且在英国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那么小明如果又能通过 这个英语语言成绩的考试的话呢 他也是可以申请配偶签证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小明的爸爸 他说小明的爸爸是一个某公司的董事 那我们假设他的资产如果说在200万以上 那么我们就刚才推荐他 刚才说的我们那个投资者签证 对他而言呢 这种情况是最好的 因为他可以带自己的女儿和11岁的女儿 和他的太太一起来英国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他虽然有钱 但是习干中的妈妈才是资金的掌管人 那么像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有这个义务去确认一下 这笔资金到底是存在谁的名下 是否这笔钱他随时随地 就可以让这个爸爸使用 那如果办不到的话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爸爸的这个公司 他们是否有这个需求去英国开拓市场 那如果有的话呢 他们可以尝试办理这个首席代表签证 这种情况下 他也是可以拖着女儿和太太 一起一家人来到英国 那么问题来了 他这个小明他能不能直接作为 这个爸爸这个签证的这个家属一起过来呢 不行 因为他已经满了18岁 他已经是27岁了 他已经有一个自己的生活 那么移民局不会承认说 他仍然是作为他爸爸的父父 有一个问题 如果是父亲申请这个投资签证的话 他其实是在英国爱干嘛可以干嘛的 如果他申请首带的话 他只能带就是他 这个作为首带的这个公司工作 那如果两年以后 这个首带的这个办公室不成功哈 就是他的这个公司决定把这个英国办公室关掉 那对他的签证有什么影响呢 那样的话他就没有办法 因为您刚才说是两年了 一般性来说首签的话是三年 如果说两年的时候他就出现了问题 那么他这个续签的时候 一般性是续不下来的 因为移民局对续签的要求非常严格 首先你这个公司分公司已经开设成功 其次呢你这个分公司是真的在运行 在运作当中 你也在这边赚了钱才可以的 那么像您刚才说那种情况 我们必须要提前和他说 你最好要想一个别的办法 转成其他的签证 或者看一下您是不是要放弃 待在英国要回国比较好 否则的话如果出现预期的情况 就会很危险了 对因为其实有不少的客户 就是没有选择这个渠道 我会担心就是因为毕竟在商业上边的话 一个全新的市场 你不能够保证是一定能够弄好 对吧 所以是一个我觉得就更明白 这个的风险在这里 然后对刚才有一个这个听众 也提到了手带的这个 这个就所以就顺便了解了一下 然后这边又有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客户拿到永居卡之后 是否只要每两年登陆一次就可以了 然后一次登陆需要多少天 另外是否需要之后继续在英国 持有房产或者是投资股票债券 会让这个续签更稳 让移民局不会轻易收回 那我假设这个客户问的就是说 他拿到了永居 但是不想换护照 是这个意思吧 然后就就先保证这个永居 能够不被取消 像这种情况下 其实我们一般而言会给客户的建议呢 说最好你能够在两边都带一样的时间 比如说180天在国内 180天在英国 那么这个是最好的 否则的话呢 移民局他们会说 哎你看你明明是更多的时间 待不是待在英国 你怎么能说你是一个 长期需要定居在英国的人呢 当然了移民局的要求 并不是说你超过180天没有回来 他们就会直接撤销 不是的 他们是只有你两年都没有回来的情况下 他们才会 就是如果说万一出现这种情况 他们会就是尝试去跟你发个信说 我们会要撤销你这个永居的身份 那么像这种情况下 你一般性需要申请一个 就是说我们要return到这个英国来的一个签证 他们到时候呢会把这个永居 他们会帮你留下来 那么刚才说的还有一个问题是 是否需要在那个英国持有房产 或者投资股票债券会让之后的续签更稳定 这个的话其实移民局并没有这样的要求 他们更加看重的是你这个人实际在哪里居住 而不是说你在英国有没有房产 因为举个例子而言 比方说中国很多很多在中国的人 他们虽然说在英国没有任何身份 但是他们在英国也是有房地产的 这个不代表说他们以后想就是想要一定要来定居英国 对的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问题啊 我之前也有不少的客户 他们提出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涉及到几方面 第一个呢就是说申请主申请人的选择 那比如说如果是这个这个企业家夫妇 往往太太在这边陪着小朋友读书会更呆的下去 如果那个南方啊不是说当然不是说所有的企业家 都是一定是南方是这个是正面包的人 但是往往有的时候南方如果他就是是主要做生意的那一个 他就需要两边跑 有的时候就需要在国内待很多时间 所以这可能从一开始就要跟律师商量好 就是谁可能在英国更呆得住 另外有一个误区就是说有的人觉得超过了五年以后 还是需要继续投资这个 那对根据之前就所有我们跟律师合作国的案例 我们都会跟客户讲说你拿到永居以后 你其实投资签证的组合是可以撤销的 因为很简单你这个投资组合是所谓的 就是只能投英国相关的公司 那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集中风险 那英国的经济从14年16年退后到现在就不太好 对吧然后你英国的房地产从14年到现在就更不好 实际上就如果是可以选择的话 不是非要投投资者签证的话 我们往往都是在五年之后给客户去投那种 全球全球配置的投资组合 这样相对来说风险更低的情况下 收益还更高一些 往往都是在客户跟律师在准备 递交永居的材料的时候 我们已经给他看全球被配置的这个投资组合的方案了 当然就其他有一些客户则是在就是还没有拿到永居之前 就没有蹲够移民间的这种 那这种的话的确他就必须投资要继续拖下去 我有客户就是一直在拿这个投资签证 然后一直把这个投资拖在那里 这个真的就非常考验这个移民律师的功底 说实话就怎么去跟移民局去解决这些东西 所以这些的话我们都会建议客户就是下来就是跟这个 跟移民跟我们丽莎的这个这个病儿仔细的去讨论 就是根据他的这个情况去定做一个方案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有客户是外派 所以他拿的是以前的Tier 2的ICT签证 那女姐就是在这边只能待个9年以后 要被就是说赶回国去 然后重新再怎么再退 然后所以但是他的这个女朋友有英国永居 那这种情况下他可以怎么样留下来 首先的话我们就是要先去界定一下他和他这个女朋友之间的关系 是否比方说已经有这个同居两年的这个情况 如果说已经满了有同居两年的情况呢 他们可以提供相应的两年的地址证明 来证明他们这个同居的这个适时婚姻 也就是说如果说你能满足这个两年同居 他自己如果说工资已经达到了这个标准 或者说女朋友达到了这个标准 那么他们是可以尝试去申请他回国之后 可以尝试申请这个配偶签证 这个的话是会 他还得回国呀 对目前而言他是需要最好是这样 然后首先还有一点就是说 如果说他已经9年了对吧 他离这个永居其实说实话就剩下一年 最好的话呢还可以问一下 他之前有没有过其他的签证待在英国 如果有的话他可以自己直接走永居 那样子的话也很不错的 哦这个这个其实是我们的客户之一 然后我知道他其实就起今为止只是ICT而已 可以在英国换一个其他的工签吗 比如说换工作从外派的身份变成就换一家公司 呃变成另外一个公司 一般来说其实是不可以 因为他会有一个冷冻期 但是问题是接下来那一那个2021年开始 他们会取消这个冷冻期他应该是可以尝试申请的 具体的话呢 但是我们还是最好要就是看完这个客户的这个具体的材料 看一下他这个背景是怎么样 我们才能给出具体的分析 现在的话这个对 最大的可能性就是配偶签 这个的话相对而言比较稳定嘛 嗯 嗯 然后接下来还有另外两个问题 就是说假设我的基本年薪是两万一千磅 嗯 而公了四十五千一年 嗯 这样的话是否有达到最低薪资要求 最低薪资要求的话 明年开始是两万零四百八十英镑 如果说你能够从其他地方拿到这个二十点零和积分的话 那你是可以满足这个薪资要求的 但是问题是你是否能够通过别的渠道 例如说学历工种或者说职场这个新人 获得另外的这个二十积分 您需要再考虑一下 嗯 他说到的这个地方 他说他的那个基本年薪是两万一 但是但是有额外的bonus 那开设的话 他一般者的这种bonus就是不是 一般人不能算进去 对 因为你这个并不是稳定的说 你一定能够这个五千磅一年 肯定是能拿到的 他只是一个 应该说来说 他并不是个固定的一个薪资 明白 然后下一个问题 就是配偶先 他说他的男朋友是英籍 然后在2021年有任何变动吗 目前而言没有听说有任何变动 所以就可以按照同居两年 或者是结婚 对 对 是 结婚多久以后可以申请 是结婚 我立刻可以申请 我这边做一个比较极端的 就是他结婚当天 我们帮他申请 也就是 他因为当时马上要过期了 他就是 结婚的后一天 他就过期了 所以是他当天结完婚 马上把那个结婚纸发给我们 然后我们直接帮他递交 有这种情况存在 非常有效率 非常有效率 是的 也是很紧张做的 这个 这个的确是非常的 时间上面压力很大 是 然后我看一下这边好像就是我们已经回答了所有的问题 然后刚刚也是在1.03分 也是准时 所以今天非常感谢各位来参加我们跟这个丽莎合作的移民讲座 然后之后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在线的联系方式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就是可以有在线下载的链接 以及脸书还有这个推特还有这个LinkedIn都有 那么硅谷也是一样 我们有网站还有这个之前的链接有给出 欢迎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向我们这个询问 也欢迎关注硅谷和这个丽莎的公众号 然后再次参加我们将来的其他的活动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谢谢冰啊 谢谢拜拜 再见 拜拜